截至北京时间2月11日中午12时,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患者超过42714例,死亡1717人。 2月11日,联邦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召开记者会表示,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比SARS更具传染性,虽然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,但死亡率仅为2%,比SARS10%的死亡率低很多。 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代理主任舒伯特表示,第一批从武汉回到美国的公民,在强制隔离14天后,2月11日就可以恢复自由返回家中,而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投入使用至少要在一年之后。 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院主管福西表示,疫苗研发第一个阶段需要6个月时间,之后可以基于风险控制情况下早期实验使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